其實煮食是沒你想像中那麼難的 肚餓又不是一定要叫外賣或到街上買食 自己煮都可以很快又可以煮到一些很好吃的東西出來 而且很簡單就做得到 為了報答讀者你對我這個U Magazine專欄一直的支持 小弟由今期開始就特別送上這個影片版 如果你平時看文字的時候你說看不明白嗎 看完片你就沒有藉口再說看不明白 不會弄的了 去片 在地鐵站經常都可以賣美式圓曲奇香噴噴的 其實價錢也不便宜的 其實在自己家裏做又簡單又便宜又快 不如大家都一起試一下 材料就非常簡單 這個是低筋麵粉 然後這個是平時的牛油 但要選擇沒有鹽的 我們要在室溫放到軟軟軟軟的 把手指放進去 把手指放進去便宜軟了 這個是雞蛋一隻 這個糖有兩種糖加起來 這個平時的白砂糖 這個特別點叫做黃金謝糖 裏面的感覺好像比較濕 跟平時喝咖啡的黃糖不同 這個磚是用來做烤甜品用的 超市很容易買到的 這個是朱古力粒 跟平時我們吃的有少少不同 因為它的溶點是比較高的 所以烤完之後 它都不會整坨水溶完的 這個是朱古力粉 這個朱古力粉要記住是買一些 真是最好不是用來做熱朱古力 即是三合一的朱古力粉 這個就是純朱古力粉 一寫著100%可可 這些就是了 另外就是一些基本材料 就是baking soda 即是泡打粉 就是用來令到它鬆軟 這個磚尼拉油可以落可以不落的 材料就是這樣 首先我們把這個放軟了的牛油 就放入這部攪拌機裏面 如果你家裏有攪拌機裏 煮起來就方便很多 如果沒有的話都是無所謂的 我們牛油就有80克 然後我們就把每樣30克的黃糖和白糖 放在一起打 放在一起打之前 我們最好首先把牛油一邊打 打到它鬆起 才加一些糖就會吃的時候更加鬆軟 好了 打到糖和牛油都發白和混在一起 鬆軟了之後 我們下一步就可以加雞蛋下去了 雞蛋我們用完整隻的 即使用雞蛋白和雞蛋黃 倒進去 然後我們逐少逐少把麵粉倒進去 加一茶匙的煮糖 還有朱古力粉 如果你喜歡的話還可以加上雲呢拿香精油 最後我們就加上朱古力豆 把麵粉倒進去 基本上這樣就可以停機了 完成了之後 它應該那個質感就這樣硬硬的 其實好像雪糕那樣 好像雪糕那樣的質感就是對的 好 接著我們就把它拆成一個大的糰 然後我們把它分成一個一個的球狀 放在焗盤上 記得它因為待會它會脹開 所以我們就不要把它黏得太近 我們就把它分開一點點 放好這個樣子之後 我們就這樣壓壓它 大約這樣做這個樣子 其實已經成形了 然後我們就放進焗爐那裡 用170度焗它15分鐘 就可以等了 15分鐘了 嘩 現在這間房間裡面已經聞到 所有的空氣裡面 都是那個朱古力味的了 這個美式軟曲奇 焗了15分鐘之後 記得就不要馬上吃 你要它最後真正的完成 你就要把它放在一個鐵架上面 讓它攤涼一會兒 現在這個樣子已經是很想吃 而且是很香的了 你喜歡的話 你可以加不同的材料在裡面 例如果仁 例如提子乾 甚至棉花糖 所有你喜歡的材料都可以放進去 這個就是今天介紹的美式軟曲奇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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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